我们来看一下代文定理的内容 一个含有独立电源 线性电阻和收入源的一端口 对外电路而言 可以用一个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来等效 此电压源电压等于一端口的开路电压 计为UOC 电阻等于一端口内全部独立源置领以后 等效电阻 计为REQ 下面我们用电路图来说明一下 对于这个电路图 NS是一个仅含有独立电源 线性电阻和收入源的一端口 那么对于外电路来说 这个NS可以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压源串联来等效 这个电压源就是NS的开路电压 我们计为UOC 这个电阻就是NS里面所有独立源置领以后 所看进去的等效电阻 即为REQ Divin定理的作用是简化电路 这是因为它可以将一个复杂的一端口网络等效为仅仅两个元件 如此一来 我们就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真正需要关心的外电路 Divin定理在整个电路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地重视才对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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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